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感谢你 你肯用我 我要把这些成功的观念 那些真正成功的价值跟背后的代价的价值观的系统 重新建立在这一代的情人中间 所以呢 那一位对我说 唐牧师啊 如果不够 我总包好吗 我说不 我很客气说不 他那年龄比我大四岁 他是很有钱的人 但我是很有原则的人 我不会因为我的钱比人少 我就低人一等 我不会因为我的修文比人少 我就比人更逼皮 我不会因为我的精力比人少 我就比别人更没有骨头 我照着我所知道的价值 我照着整个全教会领袖的身份 用最高的原理 用最谦卑的态度 用最谦卑的态度 一人交往 这以后他生气我吗 没有 这以后他疏远我吗 没有 我告诉你 今年中国新年 或者印尼新年的那一天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人 打定的话 是他牧师恭候新年 就是他 其他的这次 后来过了几个钟头 到中午十二点 有一两个 信徒很少 因为很少人 很勇敢跟我讲话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什么威风啊 是很多人不亲近我 我不明白 但我从这里知道一件事情 他内心还是很敬重我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看见你很多的进修会 退修会 大的这个工作 大的师傅 他们都是用一些人类的办法 这里那里抽钱 抽完了 感谢主 我成功了 我的budget够了 现在我们可以为主工作了 因为我已经成功了 我看那是失败的开始 我看有很多教会的周刊里面 为了印周刊钱不够 就把很多的广告也印进去了 这些广告是银行的广告 有财的广告 家事的广告 电脑的广告 公司的广告 金融的广告 等等 如果再要的话 相应的广告有没有 赌博长的广告要不要 它可以帮助你筹注金钱 使你的这一本书的纪念册 可以毫无缺乏地印出来 我从1989年创立 印尼归正福音教会 已经决定 绝对不登广告 在我的步道会也好 在我的印尤会也好 在我所有的侍奉中间 除了神的名字 跟侍奉要负责任的名字以外 没有那些商家的 有钱人 因为他资助我们的需要费用 他的名字是会放在里面 完全归主为生 阿们 阿们